可以看到民众手机画面拍下查理大学学生冒险躲在狭窄的外墙上 因为枪手正站在更高的阳台上俯瞰校园瞄准其他人开枪 而下方走廊还有大批警方正护送学生逃走 这起枪击案发生在位于布拉格旧城区的查理大学文学院 也是知名观光景点 因此警方在第一时间清场呼吁周遭民众不要外出 英国与美国驻当地大使馆也对在捷克的公民发出紧急通知 而警方在案发后于一小时发现枪手已经身亡 初步调查这位枪手单独犯案本身也是查理大学学生 警方表示枪手来自离布拉格约21公里外的村庄 还发现枪案发生前枪手父亲也已经身亡 另外网路上流传枪手最后开枪轻生 但枪手与枪手父亲死亡原因 警方目前尚未证实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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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